今天晚上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而且雷声震震怪吓人的 大家还能赶过来参加佛妻共修 非常随喜赞叹 说明大家都是剧足基法二种身心的念佛人 提到打雷 我就想到一经当中有一卦叫做正卦 曾经有一位一经大师叫做潘雨婷 他曾经就讲过 忏悔业障就对应一经当中的正卦 其实正卦也对应我们净土法门当中的积身性 一项正卦的卦词就说了 以一言正大象曰建雷正 君子以恐惧修行 建就是年年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年年的雷正 就是提醒君子要恐惧修行 我们佛门讲忏悔业障 其实就是儒家的戒胜恐惧 你像人 有一种累在的业力惯性 就是会害怕打雷 你像我小时候 只要半夜一打雷 我就会躲在被子里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当中就告诉我们 雷正深深 就像人造业不息 如果用天的视角来看 雷正深深 那都是天怒 都是神域 提醒我们众生 业力太重了 要忏悔修善了 所以今天晚课结束 大家回聊 伴着雷声 要好好体会一下 雷声的教育 不过大家都非常不错 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 还能来参加文法共修 就像无量寿经所讲的 过火文法 设满世界火 必过要文法 因为我们这个法不得了 你只要文信这句名号妙法 必定能度过生死大海 所以今天天气 以一般人的视角来看 那是非常极端 恶劣 但以我们念佛人的视角来看 那是非常吉祥的 因为增加了我们念佛人的 基法二种生性 好 这都是题外话 大家来参加 佛契共修 都是为了几天之后的清明节 在清明节期间 向华人都会回到故乡 祭拜祖先 所以清明节对华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清明祭祖 也是祖先留下来的 优美伦常道德 值得我们去重视它 实践它 进而传承到 未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 所以在论语当中 曾子就曾经说过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矣 清明节 祭拜祖先 是圣中追远的表现 圣中 就是父母 或者仙人去世的时候 基于知恩 感恩 报恩的心 儿孙们怀抱着 审慎 殷切 恭敬的心 来面对处理 就像我们今天 在这里举办 清明孝亲 报恩祈福 佛妻超见法会 也是怀抱着 这样的心情与意义 我们的生命 来自于父母 来自于祖先 我们之所以能够 健康的成长 来自立足于社会 无不是父母的恩德 所以父母的恩德 可以说是浩天网集 如同虚空 广大没有边际 比山还要高 比海还要深 所以佛在经典当中 也是这么说的 父母生我们 养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人生 能够去遇到佛法 进而在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能以智慧 选择净土法门 来念佛 能够在今生 就圆满学佛的目的 也就是解脱六道 生死轮回 究竟圆满成佛 这一切的根源 无不是来自父母 生下了我们这个身体 因此追根究本 父母祖先 给予我们的恩德 岂只是浩天网集而已 你像经中就说了 假使我们左肩 担负着父亲 右肩 背负着母亲 两肩的重担 因为长途行走 磨破了皮肉 都能够看到骨头 甚至磨穿肩骨 能够看到骨髓 你这样绕着须弥山行走 哪怕走了百节 千节这么长的时间 血流满地 淹没了脚跟脚背 我们都还不能报答 父母深重的恩德 还说 即使我们承受着 父母的大小便利 服侍着父母的生活起居 经过了百节千节 也没有办法 报答父母的恩德 那么佛陀这么讲 会不会过度了呢 其实没有 如果没有父母 生下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岂止是百节千节 都在六道轮回 可以说 大小横杀 无量节 都将在六道轮回 在三恶道沉沦 所以我们能够解脱 三恶道的沉沦 乃至脱离六道的轮回 甚至往生 阿弥陀佛的净土 成就佛果 能够任运自在地 在十方世界 广度众生 推求其本 就在于我们 拥有这个人生 所以元姓和尚就说过 得人生 应大庆喜 我们能得到人生 真的是要怀着 庆喜感恩的心 更应该感恩的就是 父母生下了 我们这个人生 所以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不只是浩天亡己 是真的不可思议的恩德 由于感念父母祖先的 生 养 福 育的恩德 在父母 或者先人 最后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会依依不舍 甚至非常的悲痛 因为此刻一别 即是永别 永远不得再度 长相聚首 所以在《无量寿经》当中 有一句经文就说了 道路不同 会见无期 即使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 父母 妻儿 因为自己所造作的业缘不同 所以随业受报 分身受报 再要想去巨头 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地藏经》也讲 父母至亲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因此 在父母亲临终的时候 我们都会期望父母祖先 能够一路走好 并且有一个安乐的归处 所以这是一般人 对孝的一种表现 所以慎中 对一名孝子来讲 是应该的 也是自然的 必然的 那怎样做 才能帮助自己的父母 祖先 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 是自己的父母祖先 乃至师长 以及一切有缘众生 都能够解脱呢 在佛门当中 就普遍 会在清明节 或者中元节 举行一些法会 通过法会的功德 来抄拔自己的祖先 你像一般通图法门 往往在这几天 会举行经颤 放瑜伽宴口 来抄拔祖先 我们就相对简单一些 举办佛妻 念佛抄见 虽然简单 但念佛功德 超越一切 关于佛事 印光大师 就曾开示过 须致做佛事 为念佛功德最大 又说 做佛事 当以念佛为第一 于界场面好看而已 做佛事 均当以念佛为事 若念经 拜颤 做水路道场 书少十亿也 大师在文超当中 很多开示 都是鼓励我们 要以念佛 来作为超见 因为念佛功德 是最大的 其余的 都是场面 或者好看 利益非常少 所以他老人家 从根本上是反对 金颤佛事 你像 他在林延寺 永座十方专修 净土道场 及此次建筑 功德碑记当中 就曾记载 印光大师就坚持 林延寺 专一念佛 出打佛器外 盖不应酬 一切佛事 大师就说了 用念佛 来代替一切 金颤佛事 在南京 法云寺 《缘起碑记》 也记载过 林光大师就说了 以念佛来建王 不允许放艳口 杜绝印妇森 破坏道场 所谓的印妇森 就是以金颤佛事 当成深意的僧人 尤其末法时代 金颤佛事 往往流于深意化 迷信化 世俗化 场面化 更加没有什么利益可言 那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多了容易得罪资本佛教 大家了解即可 好 那从印光大师开始当中 他老人家就认为 金颤佛事 只是虚张声事 并没有实际效果 包括他在 《温光西居士》信中也说 父母恩生 以认真情 有道心之身 念佛 不宜勤 敢金颤之森 诵经 拜颤 做水路 以图章虚文也 为什么印祖会这么 词言义正的来说 这不是没道理的 因为往往这类佛事 并没有太多利益 只是图有其表 虚张声事 搞得好看 甚至反而造成很多扑张浪费 打个比方 比如放瑜伽宴口 其实瑜伽宴口并不是凡夫僧 或者一般人可以去做的 你像薰衣老和尚和彻务大师 在他们的著作当中 都有引经来证明 就说了 瑜伽一法 乃登地菩萨立身之事 非初心凡夫所疑 意思就是说 瑜伽宴口 这一类法事 是登地菩萨 才能以这种方式来立一众生 不是凡夫 能够实操实行 确实是这样 你像莲齿大师 在竹窗三笔当中就说了 咽口诗实这一法 是阿难尊者流传下来的 收录在瑜伽部当中 瑜伽大兴于唐朝的金刚志 不空两位大师 这两位大师都是能够 一石鬼神 移山倒海 威神之力不可思议 他们都是神通不可思议的 那从这两位大师 经过数代传承之后 就再也没有传承人了 所留存下来的 仅仅是诗实一法而已 你像修习瑜伽法 你必须手结印 口诵咒 心做观想 三页相应 你才符合瑜伽 这可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人学瑜伽 手印 咒语 你都未必精确 更何况观力呢 你这三样都做不到 三页必然不能够相应 三页不相应 不但不能逆生 有可能反而害了自己 所以凡夫僧去操作瑜伽咽口 不但没有什么利益 反而对自己有所损害 是很危险的 所以接下来 莲池大师就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是山中的一位游方僧 这位游方僧病得很严重 有一天晚上 外面正在举行失识 这位游方僧 对探望他的人就说 刚才有鬼 要带我一起出去救食 我推辞不去 过了一会儿 鬼回来对我说 那位失识的法师心不沉 害得我们白来一趟 我们一定要设法报复他 于是就牵着我的手 一同出来 我看见众鬼 手拉牢钩套锁 说是要把法师 从台上拖下来 我很害怕 失声护救 众鬼才四散而去 再过几天 这位游方僧就死了 他还没死的时候 就跟猪鬼为伍了 那晚要不是他失声尖叫 咽口台上的失声尸 可就危险了 延迟大师就说了 这样类似的事情 时有发生 你像有一位僧人 因为失声不沉 被鬼抬到河中 要把他淹死 还有一位僧人 失声的时候 惦记着一箱的钥匙 猪鬼就见饭上全是铁片 导致他们吃不良 还有一位僧人 晒得沾衣忘了收 失声的时候下起了雨 这位失声师就惦记着沾衣 那猪鬼就见到饭上全是瘦毛 就导致这些鬼吃不了这些食物 那这几位失声师 后来都得到献报 你像还有一个人 神游地府 见到一间黑房子当中 关着数百个僧人 各个面黄激瘦 愁苦不堪 十分可怜 经过询问 才知道他们都是事实师 所以这都是莲池大师所记述 告诉我们后人的 所以纵观一切佛事 唯有念佛 是既简单 利益 又最殊胜 又没有任何忌讳 没有任何条条框框 适合一切人 因为以念佛来做抄戒 是完全靠佛力来救拔 而不是靠自立的功夫 因此这七天 我们都是以这句名号 加上上人所编写的 念佛抄戒仪轨 作为抄戒的内容 那我们作为佛弟子 我在经典当中就讲了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恩有很多 粗言就是四重之恩 也就是父母恩 师长恩 众生恩 国土恩 面对这四恩 我们怎样去报恩呢 我们报恩怎样最圆满呢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清明节 佛祭法会 七天 所要法谈开始的主题 在四重恩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父母之恩 刚刚也说了 我在经典当中就讲 右见单父 左见单母 余上大小便利 并以吉时珍宝 一时供养 由不能报续之恩 我又说 私母父坚 经历千年 由不能报 我们净土三经 观经当中也讲到 效养父母 奉仕师长 那在我们净土法门当中 哪尊菩萨代表清孝呢 就是大势智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代表对师长的恭敬 大势智菩萨 代表的就是清孝 因为大势智菩萨 他的宝观 顶带的就是父母的遗骨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就曾经给我们演示了 如何去报答父母之恩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为了报答 自己母亲的恩德 成佛之后 特地去刀立天宫 为自己的母亲说法 借为母亲说法的这个姻缘 把众生托付给地藏王菩萨 释迦牟尼佛 为了报答父亲的恩德 以及释迦族人的恩德 又特别在观佛三昧经当中 教他的父亲 以及释迦族人 念拿摩阿弥陀佛的名号 也就是念佛三昧 求取正觉 所以佛在观佛三昧经当中 就打了个批语叫伊兰宁 以下伊兰宁非常的臭惠 但如果 只是仅仅一个小小的牛头沾痰 甚至这个牛头沾痰 还没有长出来 仅仅根系埋在土里 它就能改变整个伊兰宁的臭气 所以佛就用这个批语 来告诉自己的父王 以及释迦族 念佛能够断一切恶 只有念佛法门 适合凡夫众生 尤其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 那只有念佛法门 是我们唯一的救度之路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报答父亲的恩德 以及自己族人祖先释迦族的恩德 就特别教自己的父亲 以及族人来念佛 通过佛给母亲 去道立天宫讲地藏经 以及教自己的父亲念佛 就写明了 末法时代的众生 你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要么你念佛 你去极乐世界 要么你就随意扭转去地狱 佛教父亲 以及释迦族人念佛 就告诉我们 念佛必定往生极乐 这位母亲说法的因缘 就特地把没有念佛的众生 就托付给地藏王菩萨 就是显示 没有因缘念佛的众生 没有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必然要下三恶道 那么在退而求其次 进一步来说明 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只能下地狱了 所以佛特地把这些 没有念佛的众生 托付给地藏王菩萨 希望地藏王菩萨 让这些众生能够占别地狱之苦 开显这样的一个方便之路 其实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是希望我们一切众生 都能够念佛成佛 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就是大笑之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不光是推荐给自己的父亲 以及释迦族人去念佛 其实他也推荐过 给自己过去世的母亲 你像在佛说老母经 这部经当中 释迦牟尼佛也劝勉 过去世的母亲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心 释迦牟尼佛的怨心 是希望我们一切众生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有一句记子就说了 释迦所以心出世 唯说弥陀救度海 释迦牟尼佛 他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我们 念佛成佛的大力真实之教 我们能够进入念佛法门 信受佛法 尤其在佛法当中 我们能进入大乘佛法 又在大乘佛法当中 我们选择特别法门 也就是念佛法门 可以说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当中 讲到五难 最后就讲到 若闻是经 信乐受持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也就是文信 无量寿经所讲的念佛法门 是难中之难 难难难 我们能够遇到无量寿经所讲的念佛法门 那真的是不容易呀 首先 我们遇到佛法就已经很难了 你像我现在在泰国 泰国大部分都是修习南传上座部佛教 小乘佛法 但他们不了解大乘佛法 甚至连阿弥陀佛的名号都没有听过 都有可能 所以遇到佛法 你能够在大小乘当中选择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又分难行道 一行道 你又能在难一二道当中 选择一行道 那是非常困难的 是最最最难的 所以泰拿大师就说了 非常之眼不入常人之耳 我们能够信入念佛法门 就代表我们大家 都是非常之人 我们能够今生鸟生脱死 一切的根本在于我们有这个人身 有这个肉体 那人身的道气是谁来成全呢 就是父母来成全 所以一切的功德之处 就在于父母 也在于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思维 父母的恩生是非常的难以报答的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人生 具足闻到佛法的因缘 都是父母的成全 我们能够长大成人 能够勤修道德 也是父母的成全 你像日本的三合手 大江定基 他出家学道 蒙自己母亲的开徐 远渡大唐 到达中国来修习佛法 最后得到元通大师之号 名传日本 所以一个孩子 他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父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古来大德 很多的祖师大德 他们的母亲都是非常伟大的 比如元姓和尚的母亲 憨山大师的母亲 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在经典当中又说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断 弃恩入无为 真实报恩者 我们流转三界六道当中 难以断灭恩爱之情 正是因为恩爱深重 所以轮转六道 古德就讲啊 情不重不生缩婆 爱不重不度轮回 流转三界当中 就是因为恩爱的牵绊 所以我们的宗祖 上老大师就说了 父母妻儿百千万 非是菩提增上缘 念念相产 入恶道 分身受报 不相知 地藏经也讲 父子至亲 其路个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其路个别呀 我们深深世世 有无量无数的 父母妻儿 但都不是我们 处离六道 进取菩提的 增上之源 只会念念相产 入恶道 分身受报 不相知 确实是这样 我们和父母妻儿 都是一种业力的存在 业力姻缘的存在 当夜报还清了 大家就各自奔赴六道 在蓝巨头了 所以以前给大家 讲过一个故事 是季晓兰在 《月威草堂笔记》当中 讲过的一个故事 讲有一个人 他的儿子生了很重的病 在迷迷糊糊之间 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还欠我 十六两银子 然后这个医生 看到这个孩子 呼吸并不顺畅 开了一根人参 给他掉气 那开了人参之后 刚熬好 还没来得及喝 这个孩子就断气了 而这根人参的价格 正好是十六两银子 所以这个故事 就告诉我们 即使是父母妻儿 他也是一种 业力的存在 当彼此的业缘 咬断之后 就彼此 分开了 父母很爱我们 我们也很爱 我们的父母 但是一旦 扭转三界当中 那都是其路个别 道路不同 会见无期 纵然再见面 也无肯待受 你受你的夜报 他受他的夜报 彼此之间 也难以待受 所以佛就劝我们 弃恩入无为 当你入到无为 无为就是成佛 那才是真正的 能够去 报恩 那我们怎么去 那我们怎么去入无为呢 很简单 上大师就讲 极乐无为 涅槃界 随缘 砸善 恐难生 故事如来 选要法 教念弥陀 专赴专 极乐世界 就是无为 涅槃的境界 成佛的境界 但是随缘 杂善 就难以往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 诸佛如来 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就给我们选择了 一个重要的法门 教念弥陀 专赴专 也就是专赴专的念佛 一向专称这句名号 你就能够进入 无为 涅槃的境界 你就能够 成佛 成佛之后 你就能真正地去 报答父母之恩 众生之恩 善知识之恩 国土之恩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念佛人 你怎么去报答父母之恩呢 你尽管自己在佛法上面努力 你父母自然能够受到功德庇佑 我们佛门当中 虽然讲自因自果 但其实他也讲到影响业 所以古德有一句记子就讲了 入定山中之草木 流阳时之毛光泽 一个有德行的人 一个修行之人 他在这个深山老林子里面修行 如果他功德大的话 这个山上的草木都会很清脆 这个草都会长得很肥美 石头都会发光发亮 那么来到这个山里面吃草的牛羊 他的毛发都会变得光泽 所以一切的根本源于 这个山里面有这样一个修行人 所以一个真正自己能够勤修道德 有功德的人 你身边的有缘人 自然也能够得到庇佑 你像我出家了 又不能长期待在父母身边 去侍奉二劳 那我只能够在佛法上努力 阿弥陀佛 诸佛如来 自然帮我看顾我的父母 这就不用我操心 我只管在佛法上面努力 就像黄博禅师 他很小就出家了 那母亲就很思念他 最后常常哭 因为思念自己出家的儿子 就哭瞎了双眼 后来他就发心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出家人 他就发心 只要有出家人经过自己家门口 都要给这个出家人洗脚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脚下 有一颗黑痣 他能摸得到 他通过摸这个痣 就能够辨别 哪个是他的儿子 后来有一天 黄博禅师就脱拨起食 来到自己家门口 他知道自己的母亲 通过洗脚 能够识别到自己 他就先把这个 没有痣的右脚 给自己母亲洗 洗了之后 再把这只右脚 还给他洗 所以他母亲就没认出他来 因为眼睛瞎了 看不到 就没有认出来 后来黄博禅师就走了 那同村的人看到黄博禅师 就跟他母亲讲 你儿子刚刚不是回来了吗 没在家多待几天 陪陪你啊 他母亲一下子就想到 原来那个就是他儿子 就在后面去追他的儿子 母亲在后面追 儿子在前面跑 后来经过一条河 母亲一不小心就掉落到河里 淹死了 黄博禅师就对天而说 一子出家 九足升天 若不升天 诸佛妄言 说完之后 就产生大感应了 母亲就化为天女升天了 那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一人念佛 九足成佛 若不成佛 诸佛妄言 所以我们念佛 父母祖先 就能蒙受我们 念佛的功德利益 而得以同入 年齿海惠 共同往生极乐世界 就好像古德所做的 妓子一样 家亲眷属永团聚 光寿如同大愿亡 这才是真正的大笑 所以佛妻这七天 我们就围绕如何真正的报答四重恩 圆满一个学佛人真正的大笑 我们就主要讲这个主题 那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 已经很晚了 就说到这里 大家早点休息 南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